《明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有時間回來《風雲高》 今天多謝各位熱烈支持 上星期收聽率、收體率全部創新高 歡迎各位繼續踴躍訂閱 今天講這個什麼話題呢 就是這幾天 新民黨有很多新聞 包括這個叫做《夜色關係》 那個《大國年》的聲明 還有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女士 出席商臺的節目的時候 就說英國都沒有普選 他手上只是由執政黨16萬黨員 清一色投票出來 他也說 英國現在的成立國勢是衰落 在議會制在百多年後 問題重申 只有保守黨、工黨兩黨競選 這個制度就封閉 他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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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 那些選區很小 有650個議員 每個選區 都只有七、八萬選民 少於香港的立法會選區 萬七、二萬票就贏得 好 他也說 根本是簡單於香港 好了 那對於葉劉 這個 對於英國民主的論述 和和香港比較 他覺得香港比英國更民主 這個 這個 非常新鮮 他發現 是吧 你怎麼看呢 我不知道 葉劉淑儀聽說 是不是去了美國 哈佛呢 好像進修過 是吧 其實一直以來 對於民主的制度 我們都 我想在中學 都應該學過 什麼叫做代議政制 代議政制 就不是一人一票 就選一個領袖出來的 是通過我們去選一些議員 或者我們叫做民意代表 通過由他們 再去選出領導國家 或者是領導一個地方的議員 那這個代議政制的制度 當然在不同國家裡面 有不同的形式 譬如英國就是一個 君主立憲的國家 美國就是一個 共和制度的國家 因應不同的國情 俗稱 這個代議政制 都是行之有效 也是西方歐美社會以來 一直行的一個民主的選舉制度 那我這次真是第一次聽到 原來呢 計那個代表性呢 就不是計那個制度有沒有制衡 或者呢 有沒有一個叫做三權分立 而是計人數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中國特色的民主的計算方法 原來人多就贏 陶先生原來是這樣啊 葉劉的意思是 不是不是 他這樣提出 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 那你就現在呢 再分析一下英國那個 和美國、法國等的選舉制度 到底是什麼 那所謂的民主呢 首先就不是說最好的制度來的 在這個二千多年前 希臘的舊哲學家 這個叫做柏拉圖 甚至是說過他很厭惡民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民主如果簡單 叫做小服從多數產生的領袖呢 有很多大部分的選民呢 如果他們的教育程度低 或者理性邏輯訓練是不足的呢 是會給小數的那些 口藥吝言和 和港私人的操控他的情緒 從而選出一個不恰當的領袖 這個大前提 柏拉圖最想的呢 就是由一個叫做哲學家的國王 去統治 所謂Philosoph king 這個哲人不是哲學家 不是叫他讀哲學 這個人一定要有數理方面的邏輯訓練 也有藥肝的體育訓練 而且他要品格清高 不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 不可以擁有自己的房產 因為防止他運用權力會侵奪或者自肥 但是這個哲人的統治就好像中國以前的理想 姚信宇一樣 最好三皇五帝 那種遠古的狀態還蟬揚 這是一種神話來的 是沒有辦法 在民間的現實裡沒有辦法產生的 我很同意現在西方很多的國家出現這些弊端 那種既然是在美國的民主選舉制度 是出現了機器滑瓦的現象 是吧 例如在美國一些長春行大學 耶魯哈佛這些這樣的精英學府 那種既然也要有很多人的財產 除了他們需要勇敢來的 其實對於美國的經濟社會 都是在國安上的經濟社會 就是在美國的經濟社會 因為美國的經濟社會 有很多人的經濟社會 有很多人的經濟社會 就像他們有很多人的經濟社會 和美國龐大的跨國企業的財金霸權 在後面影響到美國總共435個眾議員 和100個參議員 這樣的議席 變成了 因為美國太強大 它錢太多 它每次競選的時候 經費是數以億計美元 所以它某種程度上 是一種以前泡沫的遊戲 正因為這樣的精英寡頭的統治思想授受 是產生了很大的問題 當它們盤踞政權的時候 它們後面支持的勢力 又推行一種極左的cancel culture 政治正確 就是我們所說的左教 是逐漸不准那些意見 傳統上的代表傳統 或者基督教這樣出聲 這個是美國的問題 我是葉劉 要表行 Sameing 是美國的指控來看33%的 日本政府的党服議 給了4月掉經濟建制的 這由美國承證 進行和25% dele 社會要有自由和多元 沒有一個制度是完全的 這是第一 倒閉現在美美的民主制度 你直接說民主不行 民主不行 怎麼可以呢? 難道回到另一個邏輯 問題是不是回到以前秦始皇毛澤東那一種 就好過現在呢? 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就沒有講出一個解決方法 但是我又推一百步講 我當葉劉淑儀的人數多就是代表性強 我當她這個說法是對的 其實她又怎麼解釋現在香港的特首 是由千多個小圈子選舉 或者在立法會裡面有一大部分的功能議員 都是由這些小圈子選舉選出來的 還是公司票 不是選民票 我覺得葉劉 其實她有任何的政治立場 不要緊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龍門或者標準 你一定要站穩 如果你真的用回選民人數 如果這個英國只有七八萬人一個選區去選一個議員都是沒有代表性 她的代表性 她以前選立法會的代表性是更大一點呢? 那應該她會再推論下去就是現在的特首李家超 都是由那千多人選出來的 如果數起來 她是連一個英國的地方選舉的選區的代表性都不如 因為這個特首只是由一千多個 所以其實再數下去的立法會裡面的功能組別 有部分都是由八萬二百票去選出來的 那這些推論下去 葉劉怎麼去解釋呢? 你剛才純粹用一個數字來駁斥葉劉 這個叫做李家超特首 只不過是由一千多人選出來 那更少於英國一個小的選區 一萬多人 更加少於葉劉 那個身為這個叫做立法會議員的認受性 那麼她這裡是混淆了兩樣東西 她自己就從來沒有選過特首 但是她選過很多次的立法會議員 所以她就純粹是由立法會議員香港的選區 劃分那個選民那個數目去跟英國什麼一個選區呢? 某一個選區去比較 她說的是不同層次的東西 她就斷章就將那個叫做立法會議員 和英國國會議員這個層面的那個選民數字 是拿出來去比較 是不是? 但是呢 英國的選舉呢 大家都知道650個議席 每一個選區裡面是有兩個 最少兩個尖銳不同的政黨是被人投票 投了票之後呢 650個選區哪個政黨拿得選區的數目多 那個政黨的領袖就自動成為首相 所以英國每一次大選的時候呢 每一個選民是知道最尾你的票 雖然是投本區那個保守黨或者中黨的議員 進下議院 但是你的票會導致到 哪一個政黨的領袖做首相 所以她的性質上面仍然是普選來的 是嗎? 沒錯 但是香港不是啊 香港現在就是李家超成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是跟選香港立法會的90個議席是互相沒有關係的 是兩回事來的 而英國呢 那個是一回事來的 是不是? 沒錯 同意 是不是? 喏 還有 為什麼美國呢 就有一個中期選舉呢? 美國的方式呢 是不同英國 美國呢 就是總統大選一次 然後呢 他一任是四年 然後呢 就輪到美國國會眾議院 那435個議員 是要選一次 和參議院裏面的部分參議員呢 是再選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喏 美國呢 有總統大選 和呢 叫中期選舉 美國那次是洗頭水和互發素分開 你聽不到英國有中期選舉的 因為英國呢 就已經將選國會和選首相呢 是合二為一的了 就是洗頭水和互發素呢 是合為一樽 所以英國沒有中期選舉 法國也是的 法國呢 就是選總統的一個選舉 和選國會的一個選舉 最近你看看馬克龍 就是選了法國國會的選舉 是不是? 嗯 所以其實呢 人家英國和美國 為什麼他會有這個方法的分別呢? 都是說裡面的精神叫做制衡 是不是? 就是制衡 就是制衡 還有呢 那個民主的精神是一樣的 普選是有一人一票的 最終這一票呢 是很緊扣住誰 誰去做總統 或者做首相 還有他們怎麼樣同時受到國會的監察的 是不是? 那現在香港那個呢 李家超千多人選出來的那個呢 基本上是受到香港立法會監察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雖然《基本法》裡面有說 一旦是拿到半數的立法會議員 你可以彈劾這個特首 但是這一條呢 我相信現在成為空文 因為呢 在前兩年 當戴耀廷那些人在這裡 推行這個叫35加1的時候呢 他們覺得 在《基本法》容許的範圍裡面 其實在做一些合法的事 但是被定性為顛覆 是不是? 是 你都說出了一個最重要的 其實是那個 寫頭想和護法訴的譬如 其實我更加可以指出一件事就是 不要說去到選舉的時候 那個票數多少 現在香港那個選舉制度 被人救病 或者西方社會不會認同的呢 是因為它有一個篩選制度 就是說你的參選權呢 都是備受挑戰 甚至呢 是受到國安法的控制 很多人呢 未去到入閘 其實他已經被DQ 或者他入了閘 都會被DQ 就是說這個遊戲 根本不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你西方的社會 英國美國的選舉制度 別人的憲法明文規定 你只要是合法的公民 或者是你有這樣的資格 你就可以申請去做這個候選人 或者符合某些的資格 但是起碼不會像香港那樣 是運用一些我們叫做 所謂國家安全的法律 或者是一些政治的原因 那些政策是將你的參選權剝奪 所以其實根本都不需要討論 去到有關於那個選民 究竟多還是少的那個表情 不需要討論 根本是因為整個制度本身 是由選舉權開始已經是 一個專制獨裁的政權 你怎麼可以這樣比較呢 因為近十年以來 中國在上面 就已經在這裡以一個監察者的身份 是將一些他們認為 是極有可能當選 但是又對中國不友善的參選人 是剝奪他們的資格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分別 這些是英國和美國 無論你每一個選區或者每一個州 選民的多少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不是在爭論每一個州 或者每一個選區有多少萬人 和香港每一個十八區也好 有多少萬人可以投票 選一個立法會議員出來 如果有直選的話 現在都是在說那一半 也不是說功能組別 而是在說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起步線那裡 是有很多參選人 本來是可以參選 但是到了後來沒有得參選 這個在英美都不會發生的 是吧 所以你看這件事 要看整個picture 要看整幅圖畫 就不是在拼圖裏面抽一塊出來 你看這塊我比你大 但是這些呢 葉劉淑儀的這些邏輯呢 是很適合這些中國小龍的思想 純粹是用一個量化的數字 聽完之後說是喔是喔是喔這樣 很適合的 其實我還想說另外一條新聞 可能陶先生你都有聽到 就是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就在推特就出了一條帖 他就說在台北市的中式料理裡面 有山東餃子館三十八家 山西面館六十七家 美國不會騙人 所以台灣一直是中國一部分 失散多年的孩子中將回家 這些跟葉劉淑儀的那些中國式邏輯 是很同一個套路的 又是用一些其實似是而非的說法 原來台北市有山東餃子和山西面館這麼多 加上百多家 就代表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引起很多人在此笑他 這些就是其實現在很容易拿來 迎合那些人的邏輯 如果以華春瑩這種說法 如果台北是中國的那些人 如果台北發現那些溫州雲吞 和山東餃子的那些餐館這麼多 那就證明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那就就是說台獨是不存在不成問題 那你這樣射這麼多飛彈去做什麼呢? 第二在邏輯上如果你覺得台北那些中原 和江南的食物那些食肆多呢? 那我請問香港 香港的日本餐廳超過900間 但是香港那些食餃子 食餃子啊 就是北方餃子那些 美利堅啊 陸明春啊 你計算那個叫做 泰豐流啊 食的那些蒜羊肉啊 數數了 現在呢 只剩下十間八間了 就是那些農業 日本菜最多 香港的日本菜最多 是不是? 好了 日本菜最多 還有另外還有第三勢力 就是港式茶餐廳也很多 還有近年你也知道 那些港獨人士在這裡猛追求本土身份 用個口腔旗呢 他們將那個叫做港式茶餐廳 多多少少都視為本土 這個叫做飲食文化 這個一個重大的定義 如果你好像華春瑩那樣 是用食譜 那個食物來區分的話 那麼香港第一 那個日做日本殖民地 那個意識是非常之高的 還有港獨 你計算香港茶餐廳 還有計算日本餐廳 這兩股勢力的那個數目是遠遠高過 是吃北方餃子和蒜羊肉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計算上來香港 一是就是日本的殖民地 或者是香港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誰都計算不到呢 是中國的不可分割一部分 好了 還有麥蒙記雲吞麵 那些你怎麼計算呢? 那些是算廣東 是當廣東話粵語那支 還是算中原祖國 是不是? 所以華春瑩和葉劉淑儀呢 他們真的是兩姐妹 他們這種中國式邏輯 或者你都不同意邏輯 中國式的推論呢 是嘆為觀止的 令到淪為國際笑柄 很多人在網絡上面都引用 這個華春瑩的這個推特 因為它用英文寫 大家看到 那更加令到人覺得呢 配上近日中國的那些演習和導彈 覺得中國現在呢 是一種老修成路的方式 無論文攻武略 都是希望呢 用這種精神勝利法 去告訴自己的人民聽 他們呢 台灣是屬於它的 那這個呢 都不是說什麼中國式邏輯的了 本身中國式邏輯這個名詞 是一個偽名題 因為邏輯本身不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這個是源自於希臘的 而邏輯學是哲學的基礎 所以也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是沒有哲學的 哲學純粹是西方文化的一種思考 那這個呢 就是整個中國文化層的問題 我早就研究過 是不是 是否 就是你使用這種語文呢 是作為一個思考工具呢 是否足夠是培養到理性的精神呢 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話 那裏面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中呢 是用來寫詩 是非常之優勝 南朝四百八十子 多少流台英語中 這個吳楚東南策 乾坤日夜浮 用很少的字眼可以寫到氣魄很大的場面 還有呢 好像張大千那種潑墨呢 是一種異筆 這個是中文優之處 但是中文不利於呢 是用來研討細節 就是說理和議論的時候呢 中文是不能夠 好像英文或者德文生語文那樣呢 很系統和很邏輯性的呢 是講到一件事情它全面的因果關係 和彼此之間的呼應是不行的 是非常之不足夠的 所以呢 就變成了呢 你香港是一個叫普通法 這樣的城市呢 就有一些大律師啊 或者這樣幾十年來呢 它就會在法庭那裡辯論呢 它會兼顧到其他的細節問題 這些你用英文呢 是作為後面的動力去推敲 用中文呢 是很困難的 是吧 我不敢說是完全不行 是吧 是吧 這個就是另一個範疇的問題了 是吧 是吧 但是呢 你也知道很多人呢 很多人聽到這個叫做山東餃子和這個叫做日本餐廳的數目 是吧 一多的話 那個數目夠 就等於那些人去擁護哪個國家 是吧 又或者某一個國家的那個選區 那個選民 那個數目是比香港少 那就是說那個國家的民主是比香港少 這些呢 都是犯了這方面的推理那個粗疏的謬 好 麻煩你了 陶先生 今天呢 就跟我們用華春瑩這個山東餃子的例子 和葉劉淑儀呢 指她的選票呢 比英國的國會議員還多 就覺得自己的民意授權十分高 這兩個例子呢 去告訴大家呢 其實我們要掌握邏輯推理呢 是十分之重要的 如果不是 你不知道基本的事實 又沒有邏輯的常識呢 很容易被這些那麼似是而非的道理呢 就哄到 甚至你相信了 拿來做你自己的理論去跟別人說 那就更加兒笑大方了 那好了 那今天呢 就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麻煩你陶先生 那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風雲谷 那如果還沒訂閱的 歡迎訂閱啦 那今晚完了之後呢 明晚我們會有繼續的視像版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謝謝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